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剩下的娱乐圈总是弥漫着一股热浪 而这次杨子和李线的新剧《国民丽人》在这个夏天撒糖 让粉丝们开心不已 近日,一组路透照片曝光 两个受欢迎的年轻人互相看着对方 杨子深情地捧着李线的脸 他们的眼神流连忘返 甜蜜的场景让人感到温暖 这场比赛接近于影视杰作 文,在这部《唐朝古装》剧中 杨子饰演的唐朝美人让人惊艳 他那柔美可爱的外表,仿佛穿越了时空 李线身穿淡雅古装,显得帅气十足 两位主演的颜值组合令人惊叹 充满期待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与两人在剧中的亲密互动 照片中,杨子捧着李线的脸,两人手牵着手,四目相对 身高差让人眼前一亮 这一幕仿佛定格在电影荧幕上 这对搭刊比经典影视情侣 《国民丽人》开机仪式上,李线和杨子合影 这一刻不仅展现了剧组的团结,也展现了两位主演之间的默契 从合影中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默契和亲密感溢于演表 这也为新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互动元素的加入不仅在剧内,也在剧外 近期,两位主演在社交平台上互动活跃 频频晒出拍摄花絮,互相点赞评论 这样的良性互动不仅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也让粉丝欣喜若狂 这让人感叹,杨子和李线的默契不仅仅存在于剧本中 语言通俗易懂,没有冗长的阐述 而是通过生动的描写勾勒勒出了杨子,李线新剧的独特魅力 文章恰当地向读者添加了一个问题 你觉得杨子和李线现在一起演唐朝剧吗 这种形式使读者更接近主题 情感渲染主要集中在两位主角之间的默契互动 强调两人在拍摄过程中的默契和友谊 同时,通过强调他们的兼容性,外观组合等 激发读者对新剧的期待 结局,扔糖果的杨子和李线不仅在剧中引起了观众的期待 也传递出了生活中友情和默契的温暖 这组路透照片就像一场视觉盛宴 让人对国美充满期待 期待这对小情侣在夏天的华丽转身 将完美的化学反映演绎得淋漓尽致 通过简洁生动的语言描述 结合明快的叙事节奏 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轻松欢快的氛围 文章通过生动的描述和有趣的互动元素 为读者呈现娱乐圈的新鲜事 满足读者对明星生活的好奇 杨子三行纪重拍已完成 场景比例变化明显 新男主彭观音惊喜 在杨子代播的几部剧中 三行纪无疑是最令人失望的一部 因为前男主的爆火 所以这部电影的投资是巨大的 他有一位著名的导演和非常扎实的剧本 古装剧陷入诸多不确定性 甚至被认为播出无望 好在杨子这两年的发展已经足够取得成功 连续贡献了《陈香长相思》这样的绝对爆款剧 不仅他的人气和明星地位彻底飙升 就连他的个人表现也暴涨 剧力和流量号召力足以支撑一部剧 这也让儿场和剧组有了重启三行纪的勇气 投入巨资重拍 继男主角换成彭观英 杨子抽出时间全力配合后 三行纪现已完成补拍 进入后期制作 据相关网友报道 为了呈现更好的最终效果三行 还将降低后期制作难度 最大程度保证制作的美观度 不仅会大量的男主角的场景被删除 但其中一些也会被使用 爱换脸方法 经过这波操作 杨子的戏份也将得到很大的提升 从之前的男女主角一 一 甚至有些男主比例 直接改成原来的女主设定 这对于杨子来说 绝对是一件非常幸运和惊喜的事情 毕竟杨子在拍戏的时候 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现在能够得到相应的奖励 这显然是值得幸福的 再来说说男主角彭观英 作为近两年崛起非常迅速的中生代演员 彭观英不仅颜值出众 个人演技也是同期最好的 仅去年一年 他就贡献了听说你喜欢我薄冰等多部热门剧 个人表演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喜爱 彭观英成为三行纪新男主角 或许也是该剧的一大惊喜 虽然彭观英没有太多的古装剧经验 但在《蓝灵王妃》等作品中 他依然表现出了对服装的极强掌控力 与之前的男主相比 他更加时尚迷人 他不仅是潜在的古装大神 与杨子的同框CP感也能有更高程度的保证 再加上林玉芬导演 以及宣言 陈哲元 丁小英 隋俊波 邱欣智等数十位颜值高 实力派演员的原班阵容 陈哲元 丁小英等演员的人气小英 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相比之下 三行纪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也有了质的飞跃 完全有成为古装王的前置 凭借三行纪原有的制作水平和阵容配置 再加上新男主彭观英的实力 经过删减和调整 杨子怡的女主位置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让她更有影响力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整部剧的后续前景显然变得更好了 根据杨子此前晒出的照片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三行纪有望在明年下半年上线 极有可能在长相思二之后上线 届时 以杨子的人气和热度 三行纪即使有一些剪辑缺陷 仍有可能成为本季的爆款剧 近期 中国影视界掀起一股热潮 杨子 李宪主演的新剧成为焦点 这部新剧的曝光照片引起了广泛关注 杨子和李宪在片场互相拥抱 牵手的场面真是太甜蜜了 明星夫妇的默契合作让粉丝们十分期待 纷纷表示两人堪称绝配 剧情方面 杨子主演的三行纪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近日三行重拍的消息传出 引起了一些粉丝的好奇 据悉 此次重拍使得剧中场景比例发生了较大变化 这让人们对剧情的走向非常感兴趣 纷纷猜测这样的改变 是否会给故事增添更多精彩的元素 作为当红小生演员 杨子和李宪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形象 而备受关注 两位演员此次再度合作 不仅给粉丝带来期待已久的惊喜 也为影视剧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情感表现 也让人期待这部新剧将会呈现怎样精彩的故事 对于三行的重拍 制片方并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保密工作相当扎实 这也进一步引发了观众对于剧情发展的猜测 增添了观看的乐趣 粉丝们纷纷表示 无论如何 都会全力支持杨子 李宪的新作 期待在2024年欣赏到一部 充满惊喜和感动的佳作 总体而言 杨子 李宪新剧的路透照以及三行 重拍的消息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两位演员的默契演绎和剧情 变化让人充满期待 这也将成为中国影视行业的一大亮点 成为2024年不容错过的佳作 随着杨子 李宪的新剧曝光 粉丝们更加期待了为这对明星情侣之间的甜蜜互动点赞 从片场的照片可以看出 两人亲密的举动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他们无脸 牵手的场景 足见两人之间的亲密默契 让人不禁期待这场表演将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感动 杨子主演的《三行记》已完成补拍的消息传出后 关于剧情的猜测更加激烈 有观众认为 这次角色的转变可能会给故事增添更多的戏剧性和悬念 让观众更加期待故事的发展 同时 也有人猜测 重拍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呈现人物的情感变化 让整个故事更加立体 饱满 杨子与李宪的合作再次成为焦点 也凸显了新一代演员在影视剧领域的新兴角色 两位演员的性格和演技都备受认可 他们的搭档势必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这也让人们更加期待新剧的播出 以见证两位明星在屏幕前的精彩表现 总体而言 杨子 李宪新剧的《路透照》和《三行》 重拍的消息给观众带来了双重惊喜 无论是两位演员的甜蜜互动 还是剧情的变化 都让人对这部新剧充满期待 随着影片制作进程逐步推进 相信这部作品将成为2024年中国影视剧市场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吸引无数观众投入其中 共同体验这段影视旅程的精彩 肖战主演的《藏海传奇》《路透图曝光》 耿直帅气的小书生看上去好嫩啊 备受瞩目的电视剧《藏海传奇》已经开拍 粉丝们瞧手以盼的消息也随之而来 当然 这个消息立刻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肖战在片场的《路透》照片也随即被曝光 照片中 肖战身穿古装 侧脸照足以展露他温文尔雅的气质和修长的身材 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感 他的脸在朦胧的自然光下显得极为英俊 仿佛是古书中走出来的人物 令人叹为观止 粉丝纷纷评价 果然具的质感很强 而且是纯粹的生涂 无论是学者帽 还是飘逸的古装群 他总能完美地展现这些古装元素 而在《银海传说》拍摄现场 他的古装造型再次成为亮点 肖战的古装造型充满古风韵味 让粉丝们对他的表演充满期待 当然 除了对主角的关注之外 该剧的服装设计 环境艺术等细节也受到了粉丝的诟病 尽管如此 这种质疑并不能阻止粉丝们对肖战造型的喜爱 甚至欣赏他在镜头前呈现出的完美形象 确实 衣服和造型都非常有品质 与肖战的造型相得一张 帅哥的脸 非常帅气 继续努力 对这部剧的期待很高 由于剧组对外界的保密性极高 银海传说的消息甚少 这让肖战路透照的曝光更是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